加拿大温哥华老人院有50位的长者 慈继人定期都会来拜访他们 这次相聚刚好碰上农历新年 志工们精心地准备表演节目 庆贺华人世界的阳年 慈继志工将这样的气氛带进温哥华的UBC老人院 这表演节目有中国风 有西洋民歌风 也有台湾民谣风 50位长者不一定了解每个动作的含义 每个文化的背景 但是他们都知道慈继人的用心 觉得说老人院是带给老人家欢喜 所以说我都是尽量拉他们的那个年代的曲子 所以说来然后来跟他们分享 拿着春联老人家也跟上世界的脉动 度过开心的华人新年 大家新闻就下面的巨公将来到报道